谢谢光临 祝你们 祝你们 走过34年的金石塘陈中店 24号晚间10点结束营业 员工90度鞠躬 一一向顾客道别 老员工心中满事不舍 流下感伤眼泪 送走最后一位客人 员工进到书店里 关上玻璃门正式席灯 有一点遗憾 就是说我们今天 这个是我们三十几年来 就是陈中店最多的人 最后一天营业日 一早就有民众顶着大太阳 要拍下这栋在百年巴洛克建筑里的书店 就连书店总裁妹妹也带着母亲献身 这个建筑物本身 然后这个地方的历史 这个地方 这个地带的历史 是台湾的历史一部分 所以我们当然是心中有很多的布设 周秉慧谈起金石塘陈中店 回忆重庆南路书街风华 老照片和早期刊物 把三十四年的历史全记录下来 因为之前金石塘在民生东路 才结束掉一家 然后这边又听说这边也要结束 所以就特别早一天 就是今天最后一天嘛 就特别来回忆一下 民众在书本和明信片上 用力盖下纪念章 书店里人潮从早到晚都是满满满 但也令人感叹 要是看书买书人气 都像最后一天这么旺 这书店也许还不会这么快 成为你我回忆 记者陈金安洪军伟SN教组台北报导